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彦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一 跌8点 8点不多 今天亚洲股市几乎都跌 你看今天日本跌到700多点 最多跌了800多点 为什么日本会跌那么多 日本今天宣布维持基本利率不变 可是没有明显的购债计划 什么意思 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全球景气正在差的时候 世界各国都大量的在做QE 发行大量的债券 那美国QE已经开始慢慢收回来了 日本到现在都还没有提出正式的买回债券的计划 所以今天日本股市大跌 那在日本大跌一度800多点 收盘跌712点 台北股市能够跌8点算不错的 算不错的 可是你还是要有危机意识 但是 涨高的股票不要去堆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现在指数已经是22500点了 搞不好过几天就23000点了 指数越涨越高 很多股票涨很高 你再去买那些涨高的股票 很危险 安全为出发点 找底部的股票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万一如果行情真的掉下来了 底部的股票才安全嘛 对不对 更何况 大盘是所有股票的家种 大盘只要方向没有变 肋骨之间会一直轮动 涨高的会下来 底部的会接棒 你去追高很容易就套在上面嘛 那我们买底部 相对它已经跌了一大段了 再跌就没什么空间嘛 可是一旦资金流进来 底部就有机会接棒涨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我每天都去习惯 不要去对管 找底部的股票买 你找不到底部的股票 找零和宴 我只买底部 我从来不追高 每天你看我节目你都知道 对不对 上礼拜五美国 道琼小跌 可是欧洲是大跌的哦 你看上礼拜五 法国股市又大跌2.6% 德国也跌1.4% 英国也跌1.7% 欧洲股市最近在崩跌 我上礼拜给大家看过 你看这是法国 整个崩跌下来 一个大头部就算了 整个崩跌下来 整个崩跌下来 政府管音 上面跟大家讲过 法国总统解散国会 让国会重新提前改选 国会重新改选 那是很大的事情 因为你国会解散掉之后 你所有的法案就不会过了嘛 对 所有法案没有人 国会都解散了怎么会过呢 那政府会开始陷入停摆 甚至于连预算都不会过关 所以那是很差很烂的一步啊 既然法国宣布国会改选 解散国会 那股市跌是正常的嘛 台湾不要出现那一步 任何国家只要一解散国会 那整个股市经济一定是垮的 那在欧洲股市大跌的时候 美国股市还是很稳 道琼跌57点 纳达克涨0.1% 费腾报酬体是平盘 美股的部分给大家看过嘛 美国的部分 道琼比较弱 道琼是有回档比较弱的 可是纳达克持续创高 费腾报酬体持续创高 身份管音 因为市场资金都在科技股身上 传产股相对比较弱 你看几档重要的科技股 安谋创新高 跟AI有关的博通也创新高 美光也是一样创新高 苹果也创新高 微软也创新高 那辉答就不用讲了对不对 我们来看礼拜五 美国股市的表现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表现 普遍都是平的 ADR部分是下跌的 大家比较关注AI的部分 AI部分 两支最亮眼的 一家是辉达 辉达涨1.75% 已经来到131.88 131.88 那是分割后的哦 如果没有分割的话是多少 1318 所以跟大家讲过 股票分割之后价格便宜 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人进场买 它当时分割的时候在1100嘛 分割完之后131 所以从分割完之后 又涨了将近快20% 那现在博通 博通现在1735 博通也正式宣布 要做股票分割 真是贾后到手薄 有钱大家一起赚 所以博通宣布 也要做股票分割 那行情就事先就 领先继续涨了 所以礼拜五美国最强 就是这两只股票 好台北股市上礼拜五 涨192点 一个礼拜涨了646点 那今天台股 日股的大跌开低 一开低马上吸引买盘 一度创新高 22567点 可是最后下半场收 还是压了回来 下半场还是压了回来 收盘小跌8点 那小跌8点 今天这个叫什么 小兵力大功 台基电今天是跌的 广达今天也是跌的 联发科今天也是跌的 那指数跌8点你看哦 涨的加速有522加 跌的加速407加 指数跌 反而更多的股票是涨的 所以今天中小型股 表现比较强 大型全资股表现比较弱 所以是证明我跟大家讲的 指数涨跌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买对还是买错 你买对还是买不对 你追高很容易套住嘛 买底部就算指数跌 底部的股票还是有机会涨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不会错的 你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找不到就找零和宴 我带着你做 我带着你做 我没给你推官啦 我没让你追高 上礼拜五最强什么股票 要记得吗 上礼拜五最强是重电类股嘛 重电类股 滑成涨停 市电涨停 中心电工也大涨 合计也涨停 上礼拜五 重电类股很强嘛 很多人都在追重电类股 就今天重电类股呢 反而变坠落 反而变成下跌 上礼拜讲重电类股的 今天已经不会讲了嘛 是不是 重电类股 我们上礼拜二 我们买华龙 为什么买华龙 我跟大家讲过嘛 这个北比90倍 北比80倍 我比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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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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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北比十几倍的 我们礼拜二买38块钱 买进的时候我就通知 五天里面 短线五天操作 到礼拜五 趁涨的时候 40.45卖出 当天最高41.45 我没有卖最高 既然是短线 即摊 所以40.45同时卖出 上礼拜二38买 礼拜五卖出 我也有6% 对不对 这就是单股周周发 一个礼拜短线操作 增加操作灵活度 周周结算 周周领周星 那搭配波段操作 效率会更好 你看上礼拜我卖出 上礼拜我卖出 今天华龙 就掉下来了 39.95 我40.45卖的啊 上礼拜大家都很高兴啊 对 重点那股哇 讲的天花乱坠 你很健好收 我健好收 那今天下跌 不干我事的嘛 等下来再买就好了嘛 对 等他下来 等他再蹲下来的时候 我会再捡回来嘛 所以操作你要有一定的灵活度 我跟大家讲过 我没有给你推官 我有五档底部的AI概念股 你要买 你跟我买是五档 哪五档 第一档我开牌给大家看了嘛 对不对 普瑞KY第一季 业绩成长59% 业绩大成长 股价1300 跌到700 股价腰斩 我最喜欢这种股票 像这种图形 全市场之后我会带货运作 其他老师都是在追高追强势股而已 我不玩那一套 我不玩那一套 我专找底部的股票买 最起码安全嘛 对不对 你看我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 在700 是不是夹了 我讲的时候在夹嘛 你有充裕时间 不要说买705啦 你710 720 730 你都买得到嘛 上星期五 904了 上200块钱 200块 200块 200块一张是多少 20万呢 20万呢 你如果买10张 你买10张 是不是200万啊 是200万啊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大钱就很容易 好了 不要说买10张 买5张好不好 买5张 350万你们都有啊 那700涨到900 一张20万 你买5张 你买5张 又100万啊 350万 两个礼拜时间赚100万 好不好 很棒啦 是不是学习精湛啊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你要赚大钱就很容易 今天普瑞可以不要下跌 今天跌 跌好不好 跌当然好啊 不跌 你怎么有机会再减便宜 对不跌 你怎么有机会再减便宜 底部才刚完成而已 你有兴趣的 几块钱可以接 押回来几块钱可以接 你要做你找我 那我带你做 你如果要买 你找我我带你买 最好的时间 最好的价位 我带你减便宜 我带你减便宜 我带你对管 另外一个人这支 长了20天 拉回修正40天 我有让你追高吗 正常头顾老师专门去追 强势股专门在追高的 我不要 我等他拉回修正 跌很深的时候 长20天 修正40天 端午节过后上礼拜二 趁他押回的时候 213块钱买 到了礼拜五 238 213买 礼拜五238 那一张多少25块 一张25块钱 25块钱一张2万5 10张呢25万啊 买个10张 213块钱买 买个10张多少钱 210万而已啊 210万 1234 4天赚25万 4天赚25万 这样好贪吗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大钱 机会才会高嘛 你一直在追高 套道路就不讲了 然后再去追更强的股票 那都骗人的嘛 对不对 林德燕哪一档股票是最高的 没有啊 党党让你看都是买低点的嘛 对不对 党党股票都让你看买低点的嘛 这个股票你还要赚四年喔 如果有下来几块钱可以买 你知道它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 法说会 那公司特别预告到第一季 接的订单已经1290亿了 你知道1290亿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他去年营收500多亿 EPS12块钱 营收一年营收500多亿 EPS12块钱 他今年第一季接到的单 已经1290亿了 1290亿是不是去年 一整年营收的两倍了 所以光是他目前所接到的单 EPS的贡献度 已经高达25块钱了 所以这家公司今年至少 两个股本起跳 那赚两个股本 股价跌那么深 我就想要这种的啊 当它大跌完之后 你再买 你还数了没多啦 可是一旦它一上来 可是它一旦一上来 30% 50%都很容易 今年获利会比去年成长一倍 你找不到 你能源专找这种股票给会员做 让会员能够安全安心的买 开心的获利 这支也是啊 去年获利成长一倍 第一季成长40% 股价600跌到300 是不是又腰斩的 专专专家后 买这种股票啦 其他老师都比那种 哇今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有时候我就想不懂 我在投雇三十几年了 我的股票很少涨停板 就在投雇三年五年八年的 每天都涨停板 我也想都没有 我在投雇三十几年的经验 我在投雇三十几年的经验 股票都不会涨停 你还那种三年五年的每天都涨停 其实哦 那是老师会赚钱 会员不会赚钱啊 那一招我在二十几岁我也会用 快涨停叫会员去买 那就涨停啦 对不对 我现在六十岁了 我不玩那种东西啦 我们是让会员真正踏踏实实的操作 让会员扎实实的获利 所以我不会去抢用涨停板的股票 我们扎扎实实找这种底部的股票给会员买 你看到每一支股票都是底部的啊 会员买底部才是真本领嘛 对不对 会员买底部才是真本领啊 你看这支也是啊 上海报导师跟大家讲 先进封装涨33天 跌63天 修正一倍的时间 刚才开始 我等你讲 七三五票 七三五票 金元店 有人会买这种大跌的股票吗 只有林和宴啦 只有林和宴会买而已 上星期是92块钱买进 92块半买进 今天金元店大盘开低跌 一开就冲到快涨停了 冲到快涨停 大多数人不会去卖 9点48分 金元店目前涨7.5% 103获利出清 等拉回再买 你们不会卖我会卖 你们不会买 我会买 103卖收盘多少 99.5% 收盘99.5% 上礼拜四买的 今天103卖出 1天2天3天 3天賺10块钱也不错啊 对也不错嘛 等他拉回来再买就好了嘛 所以我带你进 也会带你出 我任何所有操作 都是公开的 我不用莫名其妙拿一支掌停板就给你讲 没那个比喻 有本事就是这样子 事先预告 你看这支股票 我是不是讲 面板级的散出封装 最新的技术 这支最烧 13块而已 这种 哎呦 这空头呢 空头还不错 这个是多头可以买 买了你就死了 啊 这空头还不错 金山的股票 群创 有时候会买这种股票 只有林台宴会买啊 群创13.7买 群创13.6买 今天群创不是大涨了 我大气了 我今天还通知 空手的 啊 空手的14块钱附近 还可以买进 我今天趁大家回我还是买啊 对 今天群创 是不是大涨了 起火趴 底部是不是出来了 我吃得不好啊 我是不是只买底部的股票 林仁宴是不是专门只买底部的股票 我给你抵抗 而且 专门跳的是本质好的 股价跌升的 你要会底部买进 你才有可能赚大钱 你如果一直只是会追高追高 那够危险的啦 我党党股票全部都在底部买 你看星光金8.3 对 星光金这个没败的 是不是底部买的 开发金 13.8买进 开发金13.8是不是底部买的 润态拳 60块钱买进 润态拳是不是底部买的 都是赚大钱 价格很便宜的时候买的 拉回来66再加码 就继续涨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轻松 而且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对 技嘉 394 跌到280 买进 对 跌到280 买进 对 技嘉280买进 涨上来330卖出 也给你们看过啦 技嘉330卖出 现在技嘉多少 307 微星200块钱卖出 微星大涨之后 大涨之后200块钱卖出 你看现在剩多少 178 光宝科大涨之后 122块钱卖出 光宝科122块钱卖出 大戏122卖出 现在呢 122卖出 有来不 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 再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好了嘛 还有 等一下第二段再来跟大家做介绍 会买底部 你才是市场的大赢家 让你天天带着你做 王仲福电话 这段我刚好秀秀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最强 我们把他落八点 日本跌了700多点 南韩也跌0.5% 欧洲股市已经崩跌了 原因我刚刚跟大家讲过 所以台北股市虽然强 你要有风险意识 关键不要去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然来找你的宴 我带你进会带你出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轻松 只要一个便当而已 我只买底部的股票 你每天看我节目 你们都知道 我从来不追高的 台大电 这种走势谁敢买 只有零天硬敢买而已啊 280买 350买 295又买 320又买 拉怀305买 353卖出 你三招都贪得多啊 对不对 353卖出 我也给大家看过了 353卖出 为什么要卖出 因为量不够 这里量不够 要使这个套牢不容易解开 那就要见好收嘛 不要舍不得 让我找后一支股票就好了啊 还有底部的股票啊 你看台光店 550跌到350 最后两天我来提醒你 我360买的 你有带我买吗 你们跟我买 今天台光店多少 474 我吃了买的 你都知道 360买 今天到474 一张114块 我都还没放手耶 因为你买底部 你有足够的成本 跟他拨一个大波段 所以为什么我要买底部 就是这个原因嘛 利于不败之地 我随时要卖都可以 如果机会好 我可以拨一个大波段 可以让货源赚更多 现在法人都已经喊到600块了 对 金像店 5月营收历史次高 1月营收创新高 股价 第一季获利成长184% 股价经过大跌后 现在要做多少 所以我们底部的股票 当然有嘛 赚大钱跌升的 要买就买这种 再跌空间不多 一旦上来 你就赚大钱了 对不对 这个也是啊 第一季 月经成长140% 跌24天 涨8天 又跌24天 两边修正的时间 是一样的 这刚开始而已 刚好开始而已 水泥链链找中 赚大钱 价格低的时候 带你去做 我们一支一支慢慢走 不用去迷恋那种 涨停板 没有必要去迷恋那个 行情咕咕等等 对的方法 持之以恒 你就是最大的赢家 任何我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祝你操作顺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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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